这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接着来学习《伦理讲记》 《学儿篇》第十五章 子供曰 贫耳无禅 妇耳无骄 何卢 子曰 何也 未若贫耳乐 妇耳耗礼则也 子供曰 诗云如缺如粗 如拙如膜 其诗之未语 子曰 事也 始可以言诗以矣 告诸王儿之来者 这一章书 第一段 子供曰 贫耳无禅 妇耳无骄 何卢 子供问 贫穷人遇到有钱人而残媚 有钱人骄傲 若能无禅 无骄 何卢 就是贫穷人没有残媚 有钱的人也没有骄傲 那这样 怎么样呢 请问孔子 子曰 可也 那么孔子回答 可 可已 圣人骄人 不到这个程度 不如此骄 因为子供还能进步的缘故 若是无如此问 孔子不会如此说 孔子会说 你怕事办不到 就是写如老人讲 假若 写如老人 他去请问孔子 那孔子的回答呢 就不会像回答子供这样说了 孔子会说呢 怕你啊 做不到嘛 例如另一回 子供说 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 无欲 欲无家诸人 孔子说 你办不到 那 子供说呢 我不喜欢别人加在我身上的事情 那我也 不会去加在别人身上 那孔子说呢 子供说呢 你做不到 那只是写如老人 那么就出另外一次的 这个子供 那么跟孔子对话的 这个回答 下面这一段 子曰 可也 未若贫而乐 忽而好理则也 子曰 不如贫而能乐道 如圆连的安平乐道 因为昭文道 细时可疑 未正道死不得 这是孔子回答子供的话 孔子啊 说 未若贫而乐 就是贫穷呢 但是呢 他能安平乐道 就像炎烟 炎灰一样 炎灰很贫穷 但是呢 他能安平乐道 因为呢 炎灰啊 朝闻道细时可以 闻道道了 早上闻道 晚上死也可以啦 未正道死不得 但是还没有正得道 还没有真正闻道 那就死不得啦 还是要求道 那么这讲平 安平乐道 虽然啊 物质生活贫穷 但是他心在道上 所以他快乐 所以叫乐道 富 就是富贵人落在董里 富贵人家 懂得礼貌 虽然是对尖挑小患 也必须贡敬 就是富贵人家呢 有财富 有地位 做大官 大财主 但是呢 他对这个很低沉的 贫贱的人啊 他也恭敬 有礼貌 那么这个是孔子回答子贡的话 下面这一段 子贡曰 诗云如切如错 如卓如谋 其诗之谓云 子贡曰 子贡 接着再说啦 诗云 就是诗经里面讲的 如切如错 如卓如谋 自古曰切 自向曰错 自欲曰 自诗淫谋 自诗淫谋 这个 好上加好 没有止境 这个意思是 好上加好 例如 以木头做桌子 已经成型了 上头呢 还要刨过 给他刨光 再加七 再加上发誓 要求好上加好 这个就是如切如错 如卓如谋 就是什么事情啊 好 那么 给他做得更好 下面是孔子的回答 子曰 事也 时可与缘施予予 告诸王儿之来者 子曰 事也 那么孔子曰 事也 子曰讲 这才可以教你做诗 若上学就必须念诗 学诗 开窍快 会做诗 便会做文 就知道人的心理 也知道事情的兴衰存亡 告诉你以前有人如此伴 你就可以一先知道未来 因为你能拿如切如错 如卓如谋 这个当比喻 这是孔子回答子贡 你知道啊 引用这个诗经如切如错 如卓如谋 那么就可以教你做诗了 所以上学必须先念诗 那么这个诗经是为首的 所以学诗开窍快 会做诗就会做文了 就知道人的心理 也知道事情的兴衰存亡 在春秋以前 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 孔子还没有做春秋之前 那么诗侯每个国家都有采诗 国君都到地方上去了解民情 民间也会把这个人民 他的需要 他的感受 透过这个诗来表达 那国君听到这个诗 就知道人民需要什么 他在政策上有什么地方要调整 这样治理国家呢 这国家就行了 如果国君不听人民的声音 那么政策都是错误的 伤害人民 那这个国家就衰败了 就亡国了 所以古时候到每个地方 每个国家去听听那个地方做的诗 那是一种民意的一个表达 所以子供他拿这个诗经 如切如搓 如搓 如搓 如磨 这个当比喻 那孔子啊 给他讲啊 告诸往儿之来者 你就可以预先知道未来了 因为你能拿 如切如搓 如搓 如搓 如磨 这个当比喻 所以诗经啊 我们念啊 会念啊 懂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一个国家地区 甚至我们民间公司团体 就知道他未来的情况啊 是兴还是衰可以预见之道 好 今天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以上 待会儿 你 我 谢谢观看